享受体验生活 五块的雨伞 两块的包子 一块的地铁票 就是说尹浩翔真的是附加少爷出来体验平民窟生活了 之前局限挑战里 看到他手里那把好看的雨伞 看上去孩子好像更责气了不少 本以为是节目组给他的 结果没想到 这伞是他花五块钱找门口安保大哥买的 因为录制当天是雨天 孩子路过大门时 看到安保大哥手里有把雨伞 就问他能不能借用一下 没想到大哥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孩子不好意 就是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五个硬币 然后到了地铁站坐地铁 我真的以为少爷坐地铁 都是像正片里播出来的那样 男主角都充满寒气气氛的 但是实际上 想想坐地铁一开始不太懂头币 一脸无辜的看着镜头 简由于涉口不敢求助周边的人 只好又自己继续回去捣鼓着了 我现在是应该给钱了吧 这是一元的呀 有点错吧 一块钱的地铁票 这孩子三手插都连救了至少二十分钟 顺便的路人都换了好几波了 经历过一波三折后 这孩子听到他小甲哥愿意来接他 开心到恨不得马上飞过去找他 结果发现两人根本不在同一个地铁口 你不是说你在一号口吗 没关 我的天感觉享受已经要碎掉了 又经过一波三折 孩子终于坐上他哥的车了 然后两个少爷坐着买巴和好车 赔着两块钱的肉包子 果然少爷出行都是十分低调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